尼波特重創台東縣 那其實台東農業損失相當的慘重 粗估損失高達6億5000萬元 行政院長林全已經先合拨了3億 給台東縣政府 並且也開放災農申請補助 而且會再陸續發放 那麼這一次也派了政務委員 兼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吳宏謀 昨天已經進駐了台東協助救災 而在農損部分也提出了 就是要從寬 從速 從減 而今天那麼也會撥款5億元 給台東縣府 農損部分 另外再撥3億 另外針對農損導致部分農民 長期沒有收入來源狀況 農委會也會擬定相關農民收入 安定保險辦法 確保這些長期性作物損失農民 生活無慮